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曾經準確預言新冠病毒爆發的英國靈媒歐珠拉 最近針對2021年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作出預言 她說她看到一些可怕的景象 其中包括一名男性世界領導人遭到暗殺 現年35歲的歐珠拉來自倫敦南部 是一名前世回溯治療師 亦都是催眠師、占星師和通靈師 據說她仍是小孩的時候 就擁有通靈能力和超自然力 能夠看到靈體並能夠預視未來 多數是通過夢境 歐珠拉目前的工作是一名催眠治療師和心理治療師 她曾經預言了中國和古巴會發生地震 大型倫敦的士司機抗議活動 巴黎聖母院著火 以及明星賈斯丁的八卦新聞 所有的這些後來都一一應驗了 據英國《每日鏡報》報道 歐珠拉經常看到未來的景象 她在2018年的時候表示 一種流感般的災難將會席捲全世界 她現在相信她先前預視了新冠病毒的爆發 歐珠拉能夠以催眠的方式幫助人回溯前世 歐珠拉說她從小就知道自己有超自然的能力 但是直到17歲才有真正令人驚訝的體驗 歐珠拉說這個幾乎是靈魂出竅的體驗 她知道自己有過多次前世 包括曾經是古埃及的一名皇后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名教師 她甚至說她某些前世還做過獅子和鹿 而且有些前世是生活在其他星系的 由17歲那個時候開始 歐珠拉說她經常看到景象 其中有些是經由夢境顯現的 其他的就是當她外出走動的時候突然看到的 歐珠拉很相信她的這個天賦 能夠協助她預言現今的一些重大事件 儘管歐珠拉能夠作出預言 但是她強調說她並不特殊 她認為每個人都有相同的能力 但是抱持懷疑態度阻擋了人們發揮和使用這些能力 歐珠拉說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邏輯的世界 所以不是總是看到這些信息 但是我認為我們身上都有第六感 歐珠拉說 有些景象是在她的夢中出現 還有一些是她散步的時候出現的 當她神遊的時候 幻覺通常很強烈 大腦的邏輯思維能力忽然停止了 直覺的力量就佔了上風 對於即將來臨的2021年 歐珠拉依據她看到的景象作出預言 她說 有些景象很具體 有些就比較抽象 需要進行解讀 因為那些景象幾乎就好像帶有隱藏信息的夢 她提到她在今年經常被問的一件事情就是新冠病毒 她看到這波疫情在新年過後趨於穩定 而感染率在春季之前會下降到可以控制的程度 歐珠拉對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後續進行了預言 人們對於疫情的恐慌和限制措施 將會持續到2022年 很多人會搬到某個地方以尋求更好的生活 幾乎就要集體離開 她說的不是幾百人 而是數以千計的人 歐珠拉說 豬流感的致詞浮現在她的腦海中 她也看到社會大眾恐慌的景象 她不認為這是另一種病毒 但是在今年爆發新冠病毒的情況下 她可以想像人們會對她產生憂慮的反應 歐珠拉還透露 她看到一些可怕的景象 其中包括一名男性世界領導人遭暗殺 她不知道那個是誰 但是感受到這件事對全世界造成衝擊 她希望這個景象不要成真 關於歐珠拉看到的這個可怕景象 結合我們前面節目的解讀 有關亞南德在2020年7月25日發布的影片當中 為大家留下了一條超震撼的預言 2021年2月 有大國政府有大動盪 可能總統會退位 亞南德的這條預言 我們也已經為大家作出了解讀 就是大國總統指的 極有可能是集一專2021年倒台的事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集一專 她在不發生意外的情況下讓她退位 你覺得有可能嗎? 應該沒有可能吧? 這樣導致她倒台的一個原因 綜合之前的預言來看 極有可能是習近平被美國斬首 加上歐珠拉說她看到一名男性世界領導人遭到暗殺的景象 由此我們進一步作出推斷 歐珠拉看到的這一名被暗殺的世界領導人 極有可能就是集一專了 這樣歐珠拉所預言的男性世界領導人遭暗殺的景象 正好為亞南德的2021年2月 有大國政府有大動盪 可能總統會退位的預言起到一種助證作用 其實有關集一專將會被美國斬首的預言 我們在李淳風的推背圖也找到依據 推背圖極其精準地預言了唐朝以來 歷朝歷代所發生的大事被歷朝歷代帝王所重視 五代、兩宋、元明、清等朝 開國皇帝因為應驗了推背圖的預言而因起 超是天命所在 但是推背圖也預言了每朝每代的滅亡、政權的更替 讓歷朝統治者恐慌不安 這樣我們先來看看推背圖的第十四象是怎樣說的 我們先來解一下 今次的全球大瘟疫主要靠空氣、氣溶膠傳播、殺人於無形之中 暗暗陰霾非常形象地點明了這波瘟疫的傳播方式 靠空氣、氣溶膠傳播、示弱全球 殺不用刀也很形象地表明這波瘟疫的可怕之處 在於殺人於無形 所以我們這句預言指的就是新冠病毒 我們再看下一句 萬人不死一人難逃 這句是什麼意思呢? 自從瘟疫爆發以來已經有不少病毒學家站出來說 新冠病毒是中共有意洩露並傳播到全世界造成全球大瘟疫 美國總統川普以及一些白宮高官都明確表示 有確鑿證據表明病毒來自武漢實驗室 病毒洩露之後中共隱瞞疫情 並故意將病毒傳播到全世界造成了這場全球大瘟疫 根據目前統計 新冠病毒造成全球100萬人死亡 而美國的死亡人數排第一有20多萬 病毒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遠遠超過當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和911恐怖襲擊 為美國造成的損失 特別是這次美國大選川爺所遭受的巨大災難 中共都是聚灰禍首 這樣作為灰首的習一尊早已被美國鎖定 插役南非 這也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川普總統已經多次向外界表明對中共的憤怒 他即將付出行動 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作出推斷 根據美國一貫的做法是絕對不會放過習一尊的 緊接著習一尊就要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11月27日 伊朗的法客李澤德被暗殺的命運 可能就是習一尊的終極下場 因為美國對待獨裁 恐怖政權最拿手 也都是最讓獨裁者們惶恐而又不會傷及無辜百姓的 就是斬首行動 這種擒賊先擒王又不擒及平民的 由美國開創的高明戰略 一直讓獨裁者心驚膽寒 提到美國的斬首行動 不得不再提到有伊朗核彈之父之稱的法客李澤德 11月27日在德克蘭附近被暗殺 伊朗媒體說 整場暗殺行動只是歷時短短3分鐘 全部由遙控機槍遠程遙控完成 沒有任何刺客在現場 除了法客李澤德和保鏢中槍外 暗殺行動未造成其他人員傷亡 在法客李澤德被暗殺兩天後 11月29日晚上 伊朗革命衛隊的一名高級指揮官 穆斯林沙克丹 也在敘利亞邊境遇襲身亡 而在10個月前 2020年1月3日 中共盟友伊朗軍隊指揮官蘇萊曼尼 被美國無人機快速擊斃 據海外中文媒體披露 蘇萊曼尼被斬首事件引發中共高層緊張 習近平第一時間聽取了核心戰狼 和御用團隊的緊急簡報 中共7個常委加上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接連召開了小會和物會 據消息人士說 為了防止美國的斬首行動 中共領導人的安保級別已經提升至史上最高 以上種種跡象表明 美國不排除將會對中共當權者 習近平實斬首行動 所以這個萬人不死一人難逃的意思 可能就是美國將會為這次 中共故意散毒事件 和干涉美國大選實施報復 借機滅了中共政權 為了不傷及無辜 極有可能會對習一專實斬首行動 介紹完最近的斬首事件 下面我們再來解釋 有一軍人身大功 一人功合埋就是疑治 中國古時將漢族以外的國家和民族都統稱為疑 所以這裡指代外國 軍人指代武力或戰爭 這句暗指有來自外國的武力或戰爭 那這個外國是指哪一國呢? 我們接下來看看下一句 《指言我是白頭翁》 這句點明了對中國發動武力的國家 美國的國鳥是白頭海雕 代表著美國 它白色的頭部令人印象深刻 美國國徽是以白頭海雕為主的圖案 所以接合上句 說明美國將會對中共發動武力或戰爭 東邊門女伏金劍 東邊門女指武力可能來自東邊 美國在韓國有軍事基地 有可能會由韓國過黃海天津之後直入北京 金劍可能指美國的黑暗科技 即是帶有六把鋒利刀片的斬首專用導彈 斬首行動會不會成功呢? 我們來推測一下 東方五行熟土金劍從東門入 依據五行雙黑金黑木 所以行動應該會成功 我們再看最後一句 勇士後門入帝宮 斬首成功之後 會有勇士趁勢移入 中共政權宣告解體 帝宮指代中共權力的核心 根據預言所說的從後門而入 很有可能是和美國的斬首行動呂應外合 從而解體中共政權的 但是這個勇士是誰?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 勇士應該就是美國模擬了 再具體一些可能說的是美國的總統川普 這樣有一種非常大的可能性 就是川普在2021年成功連任後 第一件大事恐怕就是對中共進行終極制裁 出動無人機對習一尊進行乾淨利落的斬首行動 歷史走到今天 按預言所說 中共的解體也是指日可待了 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今天的預言就為大家探討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觀看 更多精彩預言 請關注我們下期的節目 感謝你的點贊、訂閱、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感想請為我們點評留言 按照? 我們下期間,請按照